李康生带蔡明亮捧奖杯返台 就非常的开心 因为是95年拿到金氏奖之后 再次拿到演示 评审团大奖 李康生精帅交友演员捧着奖杯返台 诶 还是奖杯应该在导演蔡明亮手中的呀 交友的蔡明亮 蔡明亮凭电影交友 获得威尼斯音站评审团大奖 那导演他现在去马赛 在筹备一个短片 所以他不能回来 所以我们先把奖带回来 郭亦静 这次的参赞 这样子 当然开心啊 雨友中间 今晚交友 获得国际影展肯定 仍不会在台湾戏院上映 蔡明亮先前也表示 交友是他最后一部剧情长片 不知道获奖后会不会改变心意哦 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要问他 不过我想说 到时候也许有资金 或者是有新 他自己有新的想法 也许他还会继续拍 不过他现在 还是以艺术创作为主 像我们现在 他在马赛在拍一个短片 是关于我在行走的一个短片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一直在拍短片 然后拍一些接近艺术性的镜头 所以剧情片就不知道了 那你以后跟蔡导演还是 就是永远的一个合作的合伴 永远 应该有机会就会拍了 平备热爱 永远 这么亲爱干嘛啊 佛导